哈囉大家好我是曲弱 中國大陸在1989年4月15號到6月4號這段時間 發生了一件人民與政府的悲劇 也因為這種事件最終是在6月4號的天安門廣場上 中共政府利用軍隊的力量對反抗人民來進行武力清場 所以在台灣又稱為六四天安門事件 而大陸那邊則叫做八九政治風波 其實就像IKEA和IKEA一樣 明明就是同一個東西但是不同地方會有不同的念法 總而言之我都是念成Costco 但是這次我們並不是要來討論這段歷史 因為已經有相當多的頻道主已經做過類似的主題 基本上大陸觀眾只要翻個牆也都可以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真相 所以這次我們要來探討的是 為什麼自從六四之後 中國就幾乎沒有這種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我覺得兩岸人民常常會因為教育的關係 而對一些觀點產生各種不同的解讀 例如像抗議或是遊行之類的東西 大陸人看台灣就很不以為然 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會把抗議解讀成為民主的亂象之一 甚至有些人會認為 像香港人民的五大訴求 如果中共政府真的答應他們 而且真的完全履行了 會不會日後又搞出什麼新五大訴求 或是七大訴求等等的 這樣以後沒完沒了 那政府還要怎麼繼續運作下去呢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回到原點來探討一下 為什麼人民要集體來抗議政府 其實說穿了就是 人民認為政府的某項政策 會讓他自己和大部分人民的權益受損 我們就拿員工和老闆來舉個例好了 假設有一間公司有300個員工 如果今天老闆下了一個命令 本公司因為今年業績不佳 所以下列五名同仁 包含業務部經理、主任和另外三名業務人員 下個月起必須減薪30%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認為他們會去跟老闆抗議嗎 或者我應該這樣說 你認為他們今天就算抗議了 會得到公司其他部門的支持嗎 按照正常的邏輯來說 公司裡其他的295個同事 只會把這五人的抗議行動當成是笑話來看 因為全公司就只有你們五個人被減薪 換句話來說 你們要抗議我們並不反對 但我們最多只能口頭上祝福你們 絕對不可能加入你們的行列 所以這個抗議通常沒有什麼用 因為多數人並不會支持 但是如果今天老闆下的命令 是全公司一半的員工 也就是150個人都要減薪30% 那麼各部門之間就會開始集體串聯 去跟老闆進行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這個時候老闆就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 所以大規模的抗議通常只會出現在 多數人的權益集體被受損時 有了以上這個基本概念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是 為什麼原本好好地和平示威 最後會演變成暴力活動 那其實不管民眾是因為不爽政府難一點 不過通常在一開始抗議的時候 一定都是先進行和平對話 就像剛剛講的那間公司一樣 就算今天同時有150個員工 集體跟老闆抗議 一開始最多也只是拉個白布條 或者拿個大聲工然後嘴巴喊著 王八蛋別動老子的薪水 最多也就這樣而已 他們會去破壞公司的東西嗎 他們會去傷害老闆嗎 我認為他們可能連想都沒想過 因為他們只是想要拿回 原本屬於他們的東西就這樣 那其實那150個員工也不是白痴 因為公司業績不好是事實 大家都看得出來 而他們也同樣明白 要老闆完全讓步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們只希望老闆可以不要一次 減30%那麼多 例如減個10%就好 看看能不能利用這個抗議行動 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但如果那個老闆就是堅持自己的立場 林伯說減薪30%就是30% 多給一毛我都不願意 又或者只要每次有員工抗議 他就從後門溜出去 就是不打算跟他們來對話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那些員工 你要怎麼辦 難道你會繼續這種無用的抗議嗎 還是你會利用更激進的手段 例如破壞公司的機台設備 或是砸壞老闆的車 藉此來逼你老闆出來談呢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 全世界任何一場暴力示威 其實都是一體兩面 我們不能只因為看到誰先動手 就認為一定是那個人的錯 而是要去了解他動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再來我們要探討的是 如果今天政府答應了抗議群眾 以後會不會演變成 每次只要有人民不爽 就會一堆人出來抗議 然後抗議不成功又開始使用一些暴力手段呢 我們一樣拿剛剛的公司來舉例 如果那150個員工跟老闆最後商量的結果 就是每個人只減薪10%為期一年 大家一起共體時間 以度過這次的財務危機 最後整件事情以和平收場 那麼你認為當明年景氣回溫 公司又開始發大財的時候 那些員工會不會又出來抗議呢 我想這個答案是很肯定的 因為他們被減薪了一整年 心裡一定會很不爽 所以他們一定會希望老闆能調回到原本的薪水 甚至會要求老闆必須保證 今年的年終要多一點 以彌補他們去年減薪的損失 所以如果你問我 人民會不會抗議完了之後又再度抗議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這個抗議會是有限度的 因為理論上來說 當那些員工的薪水已經調回來 而且年終又變多的時候 他們想抗議的慾望就會降到一個非常低的程度 就像在學校裡如果你的手機被同學搶走 你會想辦法搶回來或是跟老師告狀 因為你當下一定會很生氣 但是一旦你同學把手機還給你 只要你發現他沒有受損 沒有刮傷 沒有弄髒之類的 絕大多數人就會想說 啊算了 你應該是不太可能會要求對方 要賠一支全新的手機給你 或是要求對方的手機要送給你吧 那同樣的道理 當那些員工已經拿回了原本屬於他們東西的時候 難道你會天真的認為 反正只要抗議就有用 那麼我們每一年都來抗議好了 每次都可以加薪10% 20%的 你覺得有可能嗎 難道你會認為員工心裡面不會有一把尺嗎 他們心裡其實是很清楚 如果他們因為抗議加薪而把老闆搞到破產 那麼公司會倒閉 對員工來說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這就叫做有限度的抗議 所以在所謂的自由世界裡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每年都有一大堆的抗議活動 但是說真的 只要雙邊願意來好好協商 就不會演變成暴力事件 而且最後還會變成雙贏的局面 那看到這邊可能會有小粉紅說 你們民主國家的人民就是要求太多啦 政府怎麼做你們都不會滿意啦 但是我也要講一句 所謂的民主本來就是以人民為主啊 你們不能因為中共政府剝奪人民的權利 而你無力反抗 所以就不希望別人過得好吧 難道你爸爸今天是個會酗酒 爛賭又會家暴的人 你也希望別人的家庭要跟你一樣 才能叫做正常家庭嗎 這就是同理心的重要性 再來我們要回歸今天的主題 為什麼自從六四之後 大陸就很少有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這個答案其實很簡單 我們一樣用剛剛的工資來舉例好了 假設那150個員工就是因為得不到老闆的回應 所以展開一連串的暴力行動 那基本上如果這個老闆就是中共政府 那麼他的做法是這樣的 首先他會派一群有武器的人去打那150個員工 而老闆的理由也很簡單 因為是那150個人先動手的 至於為什麼要減薪30%那些完全不重要 反正業績不好一定是員工的錯 跟老闆我所做的決策一點關係都沒有 接著這位老闆還會用剩餘的錢去買通警察 法官和記者 所以當這150個人都受重傷時 報紙只會寫說 某某公司發生集體嚴重暴力事件 知識分子已被神之以法 除此之外這個老闆還會威脅剩下的員工 如果你們誰敢跟其他人說出證件事的真相 我就減誰的薪水 而且你們也看到啦 抗議我的下場就是這個樣子 你想變成那些人那你就去吧 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知道實行的大陸人 連在中國提起八九六四都不敢 反正只要大家都不提 過了一代兩代後 就不會有人知道真相 也就變成了底下的人民根本不明白 那些人當初是為了什麼而抗議 他們只知道抗議的人 尤其是先動手的人就是不對 所以他們被鎮壓也是剛好 這就是中共政府很高明的手段 那最後也要告訴各位 所有的民主都是前人用鮮血換來的 當一個員工忘了什麼叫做維護自己的權益 忘了什麼是抗議的時候 那麼老闆就會明白 他隨時都可以犧牲底下的員工 來換取自己所不該有的利益 你要放手一搏還是姑息養姦 其實都是在你的一念之間 那這個人就唱到這邊了 我是橘羅奇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羅碎碎唸 我們下次 再見 再見